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一个钟情于民主的黄任老啊 您是不是也想就此而成就万事英明啊 稍读历史 古今中外卫坚持公义而不妥协于权势者 甚至横背残杀 累死者不知反己 我黄媛今日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就不奢望自己成为例外 不不不 不管发生任何情况 您老都会是个例外 因为我要让您老留着做个历史的见证 看看我是如何完成 党国的最高目标来一统天下 可历史往往捉弄人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 帮主席 松户警备区和上海警察总署 已做好对民盟包围的准备 下一步如何行动 还请蒋主席指示 下去吧 是 一九四七年十月 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 予以取缔 你看 这可是到了千军一发的时刻 我希望黄任老不要再耽搁时间 赶快活动 再回去劝劝那些民盟的老先生 我知道他们都是年事已高 免不了都有要做壮士的冲动 但是民盟中毕竟还有很多年轻的盟员 你们不能总是为了自己那一点点 想用名垂青史的欲望 就只年轻的生命而不顾吧 一步大历史 信而建议 忠而被帮主 不知反几 民盟已疑 知我罪者欺为春秋 请大家公正检讨 民盟从创始到结束 前前后后所有文件 曾有一字一句 足以构成危害国家 颠覆政府的罪行否 停车 来 先生 先生 请留步 先生 请留步 您掌武 请问您是黄景武吗 是啊 你是顾晓东 可以吧 走 咱们喝两杯 好 走 来来来 小东兄 还当不当兵啊 当 现在严正税警团当副团长 你呢 在哪儿高就呢 在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当乡礼 干得不错呀 哪能跟你比啊 副团长多神奇啊 说起来丢人哪 我当兵当了二十六顶 抗战中负了十几次伤 见如今只混了一个副团长 那是你们有后台 或者没给上司送钱吧 你说对了 现如今要是不搞点歪的鞋的 就想往上爬 门都没有 现在这社会啊 太黑暗了 我告诉你啊 军队里面更黑暗 吃死人的控额 贪污阵亡将士的抚恤金 他们真是什么都敢干 照你这么说 国君那是要完蛋 早晚的事 不至于吧 不是还有美食装备吗 装备好有什么用啊 仗还不得靠人打 不说这些烦情事了 来来来 对 我们喝酒 来 干 1948年春 沈君如等人在香港宣布 恢复中国民主同盟 民主建国会 却又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 不受欢迎的团体 自此 民盟 民建等民主党派 在国统区的活动 大都转入地下 卓先生 各位都到了 嗯 现在我宣布 我们民主建国会 从今天起就转入地下了 所以我们 今天开会 请大家谈谈 我们今后行动的措施 我提议 我们把中央的领事监事和骨干里面 分别编成若干小组 各有各的代号 只发生重算文系 每周以聚餐或茶会的方式 进行分散活动 嗯 核心层的活动 也要经常变化 可以使用代码 或跨组织行动 可以考虑 将这个红棉酒家 作为咱们经常活动的场所之一 还有 红莹图书馆 引完百货商店 来自自如 出入也方便 眼下的香港 不但是民主党派活动的风水宝地 也是同中共联系 最便捷的活动场地 所以我建议 委派张磊器 送起孟两位委员 去香港建立句点 嗯 好好好 同意 好好好 好 欢迎光临 皇乡礼 大家光临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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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电梯 顶层楼梯口等我 好 王老板 好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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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接 请 欢迎光临 好 欢迎光临 好 诸位 看看谁来了 靖武 家里有什么事儿了吧 找我 任志兄啊 靖武这次啊 是被我们邀请来参加会议的 请 他不是民间的常委 这不合适啊 皇上老 那是因为我们推荐了好几次 您都没有首肯 所以我们只能先斩后奏了 对对对对 要说靖武啊 自从咱们民主建国会议成立 他就是咱们的第一批骨干会员 是 而且我跟你说吧 他还是我们即将宣告成立的 民间上海分会 总干事人选之一 靖武担任这些职务啊 不是靠你的面子 是靠他自己的表现啊 任志兄啊 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令我们敬佩啊 可是像靖武这样的优秀会员 您总不能把他当成孩子吧 是啊是啊 靖武现在已经四十四岁 是足可以挑起大梁的男子汉了 为了咱们国家的前途 这些老骨头要竭尽全力 可是更得靠他们哪 我们可不要忘了 见贤不必亲的鼓训哪 而且啊 现在投身到这项事业中 根本谈不上半点荣耀 而相貌很大风险 甚至蹲监狱流血掉脑袋 那靖武你就坐下吧 不要辜负了这些叔叔前妹们的希望 好好干 爸 而记住了 各位叔叔伯伯 今后就看我们的行动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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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研究分析当前的局势 哪有发言呢 我先说吧 目前广大国统区 金融 财政 全面经济危机 已经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黑洞 一九四七年 总共支出法币是一百万亿元 收入才只有十三万亿元 仅占支出的百分之十三呢 保祥书掌握的数据很准确 特别是物价 年初时比抗战前夜上涨了六万倍 现在则是达到了十一万五千倍 抗战前夜百元法币可以买一头牛 现在则是可以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 现在啊 美国的面粉棉纱 还有这个战略剩余物资大量向我们倾销 山海永安公司光美货的销量 就占了百分之八十 咱们中国民族工业几乎被它摧毁了 而且啊 金 护 平 金 汉 醉鱼等大成事 大型的工厂企业 倒闭得有两万七千多家 就山海一地 开工率只有常年的百分之二十 去年十一月 中美商约签订后 中国已沦为美国最大的附属国 而蒋宋孔臣次大家族 已成为美国的总买办 那人发指的事情比比皆是啊 就黄然老啊 在近期国训发表的那篇短论 拆楼板运动里面说 历史社会变革 皆由下层民众被迫起来造反之故啊 这造反就等于是拆楼板 中下层一联手 楼板那么一拆 上层自然就垮下来了 尤其是那句 在政治上民主主义 经济上社会主义 实际上呢 这就是拆楼运动 真是一针见血啊 对 说的没错 我以为啊 他们的言外之意就是说 中共是拆楼板运动的先锋 而我们这些 立主和平民主建国的中层人士 就越来越成为 拆楼板运动的一股力量了 嗯 这个楼板已经被拆的差不多了 他们的垂死挣扎 越来越疯狂了 所以说呀 我们这个以工商业资本家 和文教界人士为主的 民主建国会 也必定在国民党的镇压之列 皇上 您夫人来一遍 杜岳生先生在家门口 派人设定监视你 夫人双脚您随时注意 哈哈哈哈 民工为死奈何以死拒之啊 我看他们今天还做不了什么事呢 皇上老啊 啊 再也不能发生 李公福 唯一多先生的惨剧了 是您皇上老 您还是地方伟妙吧 我们不能没有您吧 对 一九四八年四月 行宪国大在没有共产党和多数民主党派参加的情况下召开 蒋介石当选民国大总统 好 蒋介石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啊 他已经感觉自己黄袍加身了 半年前我就说过 分裂的国民大会召开之日 就是蒋家王朝灭亡之时 他现在已经做到了自己一手包办的火山口上 却不知死之将至 乔默 小须 到 来 坐这儿 你们的任务很重要啊 好 来 坐 好的 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 这是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 我们来研究一下 能不能把我们党最近的工作方针 变成一系列简单的口号 在五一节期间向全国发布 好让人民大众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今天六月 张洁石在重庆撕毁了政协五项协议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 如果国民党单独提出召开国民大会 那就是彻底破裂 我们将针锋相对地提出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我看啊 这个可以作为五一节口号内容之一 这个口号要面向全国各个阶层 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 这样可以团结95%以上的人群 并起到促进作用 李石同志说得对 我们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才能赢得他们的诚心诚意的支持 包括各个民主党派的支持 但是要注意啊 口号绝不能自吹自擂啊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 越要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 我看这个五一节口号 不仅仅是一个宣传的口号 应该是一个行动的口号 是解放全中国 夺取新政权的动员令 对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就先让中央办公厅研究一下 并拿出个出稿来 等完善之后 就立刻下达全党全军 同时啊 通过报纸广播 连续向全国和海外发表 好 好 这个口号嘛 我看干脆就叫五一口号 好 好 好 一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 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 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 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 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 蒋介石做伟总统 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 打到南京去 活捉伟总统蒋介石 三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 是中国劳动人民 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 空前成熟的日子 是国劳于是国劳于如果特别计判 我走直线 我走直线 各位同仁 孙锦梦和张乃缺先生 从香港带来了 中共中央纪念五亿劳动节的口号 现在发给大家 眼下的局势很明朗了 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能走的路了 那就是导向共产党 大家听听第四条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 联合全国知识分子 自由自然阶级各民主党派 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 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为着打倒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人奋斗 第五个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 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 香港那边有几个党派 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 我们也应该有明确的态度 诸位 我们应该顺应形势的发展 马上表个态 没有中间路线了 我们民间应该为了打倒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五一口号 是建设新中国的行动纲领和动员令 而我们民主建国会 若想真正地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理想 就必须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划清界限 彻底地摒弃我们一直坚持不断的中立道路 明确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五一口号 我同意共产党的五一口号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我同意 诸位 看了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五一口号 能看出来大家都很激动 心里也有很多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发表声明 表示支持 我连夜草拟了这份声明 还请各位认真的审视 赞成中共五一号召 筹开新政协 成立联合政府 并推张乃契 孙启梦为驻港代表 同中共驻港负责人 及其他民主党派派港负责人 保持联系 那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吧 这还有什么意见 我们早就该一边倒了 那我们就委派孙启梦和张乃契 二位同志 代表我们去和中共接洽 静悟 你赶快想办法把它发出去 好 好 那我们下面讨论一下 关于恢复国训的事情 国训 国训不是刚刚被政府给勒令成刊了吗 怎么恢复啊 这个我想好了 我们另起炉灶办一个新的刊物 一切按照新的手续重报 然后在上海边际 到南京来出版 来个声东击西 真是个好主意 我们应该给这个新杂志 起个名字才是 是 是 就叫希望 还是叫光明月刊吧 各位 光明月刊 我看叫这个展望未来如何呀 既然当局已经把我们都说成了共产党的工具 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就叫展望了 干脆联系中共有关方面 让他们来主持展望的编辑工作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收到中共的第一手情报 嗯 对 从现在起 我们的展望不仅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的形势 而且还要揭露当局的独裁和腐败 把他们如何扼杀民主的真相 告诉全国的民众 1948年9月 林彪罗隆环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帝 连同地方武装共103万人 发起辽神战役 11月2月辽神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 有继续保护 未经许的商品 可知 是花费 Morgan 你来自个座商人 可以帮助 不及 要清晨 它变成了 休门 为全局 知名 你 明明 好 我 您到底是怎么了 一整天什么东西都不吃 我看您一直闷闷不乐的 你吃吧 你吃 还是您吃吧 别弄坏了身子 您的镯子呢 我把它摘了 您看我又得干活 还得帮您抄稿子 带着多不方便呢 对了 我给您抄的文章已经抄好了 您要不要 魏军 我现在想看看那个镯子 先生 你把那个镯子给当了 谁啊 请不吝点出 那 各位老总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啊 看看 你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公然对抗蒋大总统 以金元券兑换白银外汇令 不但不定期缴纳国库 还把这些硬通货 统统转存到外国银行去 厉害啊 长官 怨慕啊 我实在是怨慕啊 见仁皆知 打入夜报 就 就是扫阳的报纸啊 我们蒋大公子正愁找不到人寄刀呢 弟兄们 带他上军事法庭 长官饶命 长官饶命 我叫 我叫 高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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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长 什么事啊 快带上库管员 打开金库 把黄金遗员外汇券 一个子都不要留 统统送到中央银行金库 领回寄刃券 是 是 大约大约旅行 你 determines 是 怎么能忍心 有点 同事啊 有点 那会 女人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inaire的淮海战役 历时六十六天 歼敌五十五万人 皇人老 薛艇兄是希格呀 怎么会有钱来关心执教社呀 皇人老最近身体可好啊 好好 坐 皇人老 我知道您不太喜欢我 可是为了国家大忌 我还愿意跟您一物 坐 坐坐坐 有什么话你说 说 任志兄 您是去过延安的参政员 又能和共产党的领导人说得上话 在此国家危难之际 您得挺身而出 我都年欲古稀的老朽了 我能做些什么 薛廷兄你玩笑了 任志兄 多年来 您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 努力争取和平 一贯坚持走中间道路 这可谓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你笑什么 我笑我当初怎么那么天真呢 居然想走什么中间道路 我承认 过去政府没能采纳你老的正确意见 可是现在我们不是正有个补救的机会吗 薛廷兄你什么意思 想请您亲自出面再调停一次 现在都到了这种地步了 一届殊胜我能做些什么呀 皇人老 您可以亲自出面 召集民主党派人士 一起呼吁共产党 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为天下的生灵再谈一次 晚了 我现在也联系不上共产党啊 皇人老 你可知道 只要双方放下刀枪 有多少生灵可以灭于土坛哪 如果你不让你去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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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请出来就是想和您好好地聊一聊 您身为国府要员 要约我这老朽来谈话 我真是疑惑得很啊 您就别再打去了 我张群自新还不是一个恶人 与您交往还是有几分情谊的 可是你我之间身份不一样啊 难免有不愉快的事情啊 对 两年前我解散民盟 和您老朽有很大的不愉快 我就不明白 民盟自成立以来 何曾有过危害国家之事 为什么政府要置我于死地呢 这就是证据 对 我们在打赏了 对 这就是证据 我看着这个人 有一个不愉快的事 在这一年 如果那边就在这一年 里边就会有这个地方 有上次的事 我们在这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还不是让中共欲取欲求啊 那我可要说句公道话了 当年蒋先生得势的时候 他连谈都不谈哪 两下比照 共产党现在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哪 黄仁老啊 咱们之间以前都是您来找我帮忙 今后只怕是要您来为我帮忙喽 此一时彼一时也 北平二十余万守军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 在副作义率点下接受和平改编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 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 周主席 不许 你说这蒋介石怎么就这么不禁打呢 我原计划用五年来打败他 他还不到三年他就稀里哗啦 记得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关于毛和盾的故事 你说当我们水里拿着毛的时候 就是毛厉害 水里拿着盾的时候呢 就是盾厉害了 对 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道理很简单 当毛腐朽的时候 当然就是盾厉害了 当盾腐朽的时候呢 就显得毛厉害了 黄秦者非六国也 秦也 胡王近来有多少英雄豪杰 他们是不曾败于人 而是亡于己啊 有道理 有道理 这里是永安商场 您找哪位 找一下你们董事长 哦 稍等 董事长 电话 喂 我是王更仲 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盘韩年 哦 稍等 去过买包烟去 好的 董事长 好 派先生 您请讲 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 借到周先生的指示 一定要保证黄人老安全离开上海 他目前的情况我非常了解 以你的身份去找黄人老 不会引起特务的怀疑 嗯 我会保证黄老的安全 我们派一名同志 协助黄人老赴香港 证明同志叫孙恩远 明天他会跟你们联系 他将全城协助黄人老 黄人老离户后 你也要尽快这里 我听明白了 主席 原来啊 去国统区和香港 接那些民主人士的工作 进行得怎么样了 上海和香港都在行动 潘汉年同志已经有了周密的部署 黄人老现在如何呀 老先生很有骨气啊 因为他拒绝参加魏国大 生活上遇到了困难 居然在上海摆了个摊 以卖字为生 这黄人老真够得上 是我们肝胆相召的朋友 将来建国很需要这样的人 报告 主席 集电 好啊 在香港的民主人士 又有一批到达沈阳了 不许 这样我们军事南下 正至北上的部署 很快就要完成了 小神 你把这篇关于时局的声明 送到电台 明天安排播出 是 来 等一等 恩来 一定要保护好华人老 千万不要出什么闪失啊 请不吝点赞 杜先生 请 杜先生 荒然来有事吧 大乔来 倒 倒 倒茶 坐下说 不过来 说一句话我就走 出事了 荒然了 恐怕最近您老得小心些 有事了吧 政府对您老有加害之一 我早有所料 谢谢杜先生晚上来告诉我 这份按照名单 你要仔细地看看 这是我刚刚从蒋先生控制的保密局里弄出来的 您老爷绑伤有名 而且还高举绑手 是 杜先生都吓你了 还是这么看不住啊 您老婆参加国大也就罢了 还公开在报纸上动员反抢 前不久 还拒绝为他们的国公谈判牵线 他能不看住您吗 先生这么晚来看我一定有意思吧 黄老 我杜月生在上海滩 倒打沙沙几十年 不该说数一数二吧 也可说是一个风云人吧 嗯 我见过的是 见过的人 可以说不计其数 但在关键的时候 是您老颠簸我做出了选择 哎 或许 多少年以后 会有很多人 骂我是黑帮老大 或者是江阳大盗 但是我可以保证 没人敢骂我杜月生是罕奸 此话不假 可是杜先生你现在又要面临新的选择了 四一二的时候 我帮江阶石杀过共产党 江阶石拿我当了夜狐 用完了 就塞到床底下不管了 哎 我杜某在上海滩本乡了一辈子 到今天我才晓得 最狠的流氓不幸杜我 宫人老 告辞 告辞 会儿 啊 那儿 也不好 走不住了 别走 先生找谁啊 刘先生嘛 不认识我了 王先生 不好意思 没认出来 熊辉 我们来找黄老先生 商量到我们南埔参观的事 哪天啊 二十号 我们那里开个大会热闹热闹 刘先生 你们弟兄也去玩玩 我招待各位 客气客气 请 请进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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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坐